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影拍90秒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關於細口湖的悶蒸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詢問學長說 學長我使用細口湖 為什麼悶蒸老師做不出來 原因在於是 細口湖它的給水是比較急促的 所以如果你使用細口湖悶蒸的時候 要注意幾個訣竅喔 今天學長就來告訴大家 細口湖怎麼做悶蒸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細口湖呢 是Smarty的玄鐵黑 其實玄鐵黑的口徑呢 已經不算特別小了 如果是更小口徑的細口湖的話 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也就是說呢 在悶蒸的時候呢 一般學長都會跟大家講 中間你悶蒸的時間 要停留3秒鐘再往外繞 這個原則呢還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你不能定點 而是你要微微的繞 一片指甲片大小的 那這樣的邏輯呢 也適用在其他的沖煮手法裡面 譬如說你 你想要繞圈圈的情況下 中心點都不能停留太久 為什麼 因為細口湖的 它的沖力就是比較強 容易穿過你的粉塵 導致於你的粉塵沒有味道 或是偏酸 所以這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在定點連續給水 很容易穿過你的粉 所以我們接下來示範一下 如果我們要給40cc的水 中間點我們該怎麼給呢 好一樣是中心點3秒 但是呢剛開始給水以後 馬上要繞圈 繞圈的範圍不用太大 但是還是要繞圈 然後 3秒鐘之後再往外繞回中間 就完成了 所以實際上可以看到 我們因為 雖然是細口湖的水很小 但是因為我們在中間繞的過程之中呢 雖然一樣是停留3秒 但是它的範圍呢 就不光只是在正中間停著不動 定點停留呢是不行的 而是你必須大概是一個指甲偏大腳 就是我大拇指指甲偏大腳的這個範圍 稍微繞一下 而且一個位置呢不要停留太久 就順順的繞 在定點的時候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無論是悶針或是在其他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給水的時候 你想要定點給水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一般的中口徑或出口徑的壺 你可以定點 但是細口徑的壺呢 就不能完全定點 要在一個小範圍之內繞圈圈 這就是細口湖的悶針 或是其他給定點給水的訣竅囉 好 只要你掌握到這一點的話呢 你用細口湖悶針也是可以很成功的 就像這樣子 悶針已經過一分鐘了 但是它的狀況還是非常的好 就不會有凹陷的問題 那這就是今天硬派90秒 細口湖悶針的全部內容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 手沖湖的特性 就可以發現到細口徑 中口徑跟出口徑 它們在給水的特徵 這樣子你才可以更有效的完成 你的沖煮任務囉 那我們今天節目呢就到此為止 如果各位喜歡學長頻道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有趣的內容囉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